7月30日 英国政府官方的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 发表了一篇预印版的论文 推演中共病毒长期演变的可能性和应对的策略 这篇文章就说 人类不大可能根除SARS-CoV-2病毒 他们非常有把握地认为 病毒会持续的变异 并且有四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种是变得致病性更强 第二种是变得能让所有的疫苗无效 第三种是抗药性增强 报告认为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 而第四种情况是可能会变得毒性减弱 但是报告认为这种情况在短期内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只是从长期来说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这份报告是旨在为政府处理紧急情况 提供理论支持 现在还没有经过同行评审 首先想请小旭给我们解读一下 您认为这份报告它提出的四个可能的方向 您认为哪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那最值得警惕的情况又是什么呢 那这是什么情况呢 第一种你刚才提到的是这个致病性增强 那这一点基本上也是人们最担心的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感染的人数基数非常大 那如果是致病性增强的话 那对于各个国家来说 对于现在这个医疗系统来说 所承受的负担这个会雪上加算 对吧这个是相当相当严重的 因为感染本身并不可怕 如果住院率还有致死率上升的话 那当然对整个医疗系统的摧毁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对于整个国民 这个整个的威慑和这个威胁度就更大 所以这点上是比较可怕的 那么它主要强调是有一种机制 就是说通过不同的点突变还有重组 那这里面就是说这些点突变可能发生在重要的一些 比如说复制酶 还有这个一些accessory protein 就是辅助的蛋白 但是病毒本身也是表达这些基因的蛋白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不同的变种之间的重组 现在大家知道就Alpha Beta 这个Delta等等 这些不同的变种它各有各的特点 像比如说南非的这个Beta变种 它其实免疫逃移的功能更强一些 那跟Delta变种如果进一步的这个重组的话 有可能是它免疫逃移功能进一步上升了等等 那就是不同变种之间的存组那么有可能造成这种更强的致病性 或者是增加一些逃移功能等等也有 那么当然这整体的年龄大的这个还有这个小孩等等 可能都会拿来更严重的这个疾病 所以这个会比较担心的一个方向 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免疫逃移功能让所有的疫苗都逐渐失效 那这里面主要有两个机制 一个是antigen shift 一个是antigen drift 这个概念就好像说这个病毒的这个蛋白序列或者是精英序列 它是一个链状的对吧 那么就相当于是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片段 像一个个窗口一样的它是不同的看源 那么同时也就是不同的这个中华看体识别的区域 那么这些窗口它有时候会飘移就是这个drifting 就是它通过不同的突变 它会使得这个看体识别的区域会有一些变化 或者说它的看源性有一些变化 那或者是大的shifting 那它就可能是跟其他的这个spike protein 或者是表面蛋白进行结合 那这里面称赞到就是人类社会也有一些其他残届的冠状病毒 一直在人类社会流传 大概目前有这个四种比较流行的这种残届的冠状病毒 那么也有可能产生这样的这种切换等等 那么这些的话 就是说它会可能使得疫苗呢 逐渐逐渐的失效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有可能是会有这个antigen的这个sign 就是antigenic thing 就是说你之前打过疫苗以后 你的人体对当时的这个疫苗所针对的这个病毒 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抗体 这些抗体如果成为主导以后 那么你再接着打新种的这个疫苗 针对新的变种的疫苗的话 有可能它没办法很有效的激发更强的这个免疫 针对新的突变 那就相当于说就好像有一个原罪 就好像你原来这个疫苗打过了以后 形成了一个免疫的一个环境 那么再打疫苗说不能够更有效的针对新的这个变种 那这个也是比较担心的 那这个也是比较担心的 我觉得这两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那第三种情况说抗药性 抗药性其实现在就是比较担心的 就是有一些药物是针对protease的 就是这样也没 还有一些是当科隆抗体针对 当医的这个基础蛋白上面的某个抗原部分 那这个呢就是说 基本上解决的办法就是 有多种的这种药物一起使用 就是那种机位就疗法 如果不用的话 基本上这个病毒可以很快的 这个就突变能够就产生抗药性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疑问 会一定会有 只是说你现在能不能有 比较有效的做这种机位就疗法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包括FDA刚刚批准的 这个用不同的单科隆抗体的这种组合 来治疗新冠病毒的话 这个也就是说目前的一种折衷的方案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 其实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有这个题外的实验 就可以表明基本上这个病毒 经过80天以后就可以非常有效的 经过一系列的这个突变 产生免疫逃移的功能 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仍然是比较令人担心的 那第四种可能性就是 第四种可能性可能是最少的 就是说的降低毒性 那目前像DELTA变种 还有其他的这个Alpha Beta变种 都没有显示出这个毒性下降 这种可能性 基本上这个病毒还在寻找更强的这个突破能力 保持它的一定的这个致病性 而且针对着这个人群 感染人群的这个年龄 倒也在发生变化 所以病毒其实还是处于散分 人类并没有能够看到病毒 就是更加适应这个人类社会 毒性减弱变成一个季节性的流感 所以那种说法说 人类有可能应该像这个对季节性流感一样 来对待COVID-19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目前还是一种奢望 也就是说各国短期内还是不太可能去出现 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的是吗? 就看你怎么样应对这个疫情 我觉得就是短期内当然现在这个DELTA变种的危险还比较大 我觉得人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积极的应对的心态 这个我并不特别欣赏非常极端的这种 就摧毁社会式的这种所谓的反应模式 但我觉得就是总体上人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积极应对的 这个个人卫生 环境卫生 还有这个加强自己的免疫力 各方面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还是要跟他们 尤其是在现在这种疫苗施打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 一个DELTA变种就可以看到 让各国的疫情又抬头重新反扑过来 那小旭 给我们总结一下 刚才您提到病毒四种可能性 在您看来现在我们面对的最迫在眉睫的危险是什么呢 现在最迫在眉睫的危险 就是对于这个DELTA变种 人们还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 可以说是相对来说能够比较有效的控制感染的一个方式 因为基本上目前这个疫苗界基本上已经不否认 就是这个疫苗对于预防感染是没有作用 那么就是在减轻病症或者是住院率上 或者是死亡率方面还有一定的作用 那么这个病毒现在有比较长的这个病毒散播期 就是过去的这些变种的话 差不多你这个体内病毒复制以后 有一个病毒就virus shedding 就是散播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在不到两周 但现在这个DELTA变种已经扩展到这个18天 就是更长的时间 有些被感染的可以积极的这个复制病毒和散播病毒 那这个就是说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药物 就是预防的药物还有这个治疗的药物 这方面还很欠缺 我觉得这方面过去太大量的精力投入在疫苗方面 而疫苗实际上是比较之后的后一步的这个作用 因为人是被感染以后 你体内已经被疫苗激发出抗底 那么才起到一定的作用 而想要预防感染 我觉得预防的药物和治疗的药物 其实也可能有一些信息是被打压的 那有相应的研发也是比较滞后的 我觉得这是比较缺失的 那同样是这种冠状病毒 当年的这个SARS疫情是从2002年出现 到2004年的时候就销声匿迹了 很多人当时说我们战胜了SARS疫情 其实这场疫情是持续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说是战胜 那这次同样的冠状病毒 这种所谓战胜的经验就好像不适用了 现在这个中共病毒的疫情 从我们知道的是不晚于2019年12月 它大规模的在武汉爆发 那到现在是已经超过一年半了 疫情的数据呢还是居高不下 那这跟两场疫情这个病毒的致病性传染力 还有变异的特点有什么关系吗 我觉得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关联的 因为SARS的话它的这个R0 就是这个传播力吧 一个产生的一个数字R0 其实差不多在1.7到1.9左右 那么MERS也差不多还是更低一点 一般来说是估计小一 就是MERS就是中东武器到中华正盟 但是在中东也曾经很流行 这也是另外一个冠状病毒 那当时对于这个中共病毒的话 对于这个SARS COVID-2的话 它的这个R0现在病毒基本在2.0到2.5 而对于Data变种现在已经高到是接近5 那基本上就是说你这是一个中子 这个其实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感染 基本能够传5个人的话 那其实对于超级传播者这个就更高了 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相当 就说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趋势 就是让它变成传播力非常强 因为这个已经接近到水痘的这个传播力 那其实过去人类遇到了更强传播力 就剩下麻症了 那差不多是R0差不多在12到18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它传播力很强 而这个其实对于病毒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策略 它根本不是一开始说我又带来一个很强的致病性 而是说我就是超级的传播传得特别快 然后在全球各地有这么多不同的地方有实验天 那像南非啊南美啊印度啊等等很多地方 其实有大量的免疫比较确实的人群 公共卫生公共这个健康的体系也不是特别完善 所以这个病毒就等于在很多比较脆弱的人群中 可以积极的这个传播复制寻找更强的这个突变 就是更强的传播力 更好的这个免疫逃逸功能 这个病毒等于说一开始就有了很大的吸引天 这个跟SARS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SARS毕竟大部分传播的区域还居然在中国 而从来没有就是一种病毒能这么快的 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当初没有及早的这个控制 让它传播到全球各地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罪过 造成了这个病毒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在这么多时间前同时开始试验寻找这个突变株 这个我觉得是对人类来说是最有灾难性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病毒就可以到现在为止 你看各地都冒出了这么多变种 而Data变种目前是心里最强 传播了这块的这个病毒 它不见得是具有免疫讨疫功能最强的 阿法病毒其实觉得还强一些 但是它已经足够了 然后在下一步进一步发展的话 就是会让疫苗进一步的失效 这个也是非常危险 是 我看到在面对这场疫情的时候 台湾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这种公共卫生专家 他们都提到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界面前应该要更谦卑 因为照理说人类是有了更丰富的防疫经验 还有更严格的防疫措施了 但是呢至今都没有办法帮助人们去如愿的战胜这个疫情 所以您怎么看这一点呢 这点呢也见得到就是我觉得过去一年半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信息还是被打压掉了 包括一些能够有一定预防作用的这些药物 这个方面的信息是被打压的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其实印度的疫情 在今年15月份曾经爆发过 然后很快控制下去 就是毕竟是这个当时的一个印度的政府 对民间释放了大量的这个 这个能够有一定预防作用的药物 那这些信息其实被这个科学界媒体界都被打压下去了 那就是都聚焦在这个疫苗方面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要想控制疫情的话 预防的药物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你如果能够通过吃预防的药物 改变人体表面的粘膜的这个状态 还有这个粘膜系统的这个免疫的能力的话呢 这个对于就是人们第一步的预防感染 是会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那现在这些疫苗真的是后一步的了 而且你的疫苗都是通过肌肉注射的 那个埃及剂的产生 这都是病毒已经感染到体内以后才会出现的 而且这个对它变种 就总的来说 这个中共病毒这个变种 它其实这个病毒 对没有人体没有出现症状的时候 从这个喉部 从这病毒传播到这个粘膜里面 这个效率是远远超过SARS的 而且这个中共病毒 它更容易感染人的肺部 还有神经细胞 所以它其实就是有很大的这个这个人体的这个器官啊 不同的组织系统都特别容易被这个中共病毒所攻击 这个也是之前没有遇到过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让这个病毒已经攻入你身体的话 带来的风险就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预防的药物 早期治疗的药物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事情 但是全球在这方面的努力我觉得都不够 感谢观看